我 我刚刚出去打电话一圈 那大姐确实没说法 李电华来这第三年的结婚 生到一二一年 前几年就搬走了 小妹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但是一定没见现实 这么多年你是怎么对她的 值得吗 小妹 你这个小嘴巴上搞的什么啊 白奶奶送给您 真好看 奶奶很喜欢 冬冬 谢谢你啊 白阿姨 感谢您一直以来 对我们福利院的赞助 这家孩子一直都把您 当成他们的奶奶 我们最担心的问题 就是他们的心理健康 但自从您来到我们福利院 大家都比以前爱笑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 跟孩子们在一起 我很开心 喂 喂 请问您是白晴雨女士吗 是的 这里是东平市公立医院 您的朋友齐鸣先生病危 秦鸣 秦鸣 小妹 秦鸣 你来了 有什么话尽快说吧 好 我们已经尽力了 小妹 对不起 当年 白叔让我带你走 让我模仿你的笔迹给林念华 写了一封诀别信 不然他一定会等你的 不然他一定会等你的 你原谅我 原谅我吧 原谅我吧 不然我心里不安 不然我心里不安 我原谅你了 我原谅你了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早就不怪你了 我十五岁那年 白叔在路边救了我的命 进了白叔家后 他像亲儿子一样对我 他交代我的第一件事 就是好好照顾你 晴雨 我不能再照顾你了 你要好好的 这是什么 晴雨 你好 请进 晴雨 您的体检报告寄过来吧 哦 谢谢啊 Dans Al정을 Berko 小姨姐 那是 여기까지的 你是这是要飞去哪里 我要回家 老林呐 我回北城了 瞳瞳 阿姨想拖你啊 对啊 你帮我在网上查查 当年在苏家桥上的那个 利明起泡店 现在怎样呢 程丽姨 买菜去了 包饺子 饺子好吃 下午来跳舞啊 好嘞 请问一下 你们这儿物业怎么走啊 我想找他们问个人 就是吧 找谁啊 有没有一个叫李念华的先生 他是不是在这儿住啊 你是白 白青女人 这儿人太多了 咱们能不能找一个 安静的地方 好好聊聊 怕什么呀 心里有鬼啊 怕见人哪 那你刚才说你跟我们家 李念华打小就认识啊 是的 我们是青梅竹马 青 青梅竹马 你别给我整个算词 你们俩五十多年都没见了 你还巴达巴达 跑到这儿来找他 你还惦记着他 是不是你想跟他 还有什么事啊 你别误会 我不过就是想看看他 有什么好看的 土埋半截了 老糟老头子满头白头 有什么好看的 再说了 我们家老李现在什么样 跟你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你还跑到我们去里藏着 还藏在门后的 还埋伏着 我告诉你 我是不会让你见我丈夫 李念华的 刚才说了 我不过就是想看看他 有些事情 我想当面跟他说清楚 你跟我说 有什么话你跟我说 你跟我说行不行 你跟我说 我跟你说 就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 电视里天天都演 装的那个弱不禁风的样子 我不是来破坏你们家庭的 真的不是 我呸 我跟你说 你听清楚了 我是受法律保护的 我是李念华 明媒证取的 正儿八经的媳妇 你可以怀疑我 但是 你不能侮辱我 我侮辱你 你还有理呢 我侮辱你 你都找到我们家门口来了 我还不能说你 你惦记着我丈夫 不能说你是不是 我还得举双手欢迎啊 你这还跟他有话说 有话你跟我说 我还不信了 我还治不了你 告诉你 我还不怕你这样 这样让我 你在干嘛 你在碰瓷啊这是 你要老人呢 怎么回事 大夫 大夫 大夫怎么样啊 大夫 问题不是很大 但是病人呢 是一个早期的乳腺癌患症 公平药物治疗恐怕不行 尽快安排手术 你们家里人商量一下吧 好好好 谢谢你啊 好嘞 好嘞 乳腺癌 你 你的癌症啊 你是不是就因为得了癌症 才来找我丈夫的 你看看你这样 瘦了吧唧的 须不瘦不 你说你不好看遍你 你瞎知道什么呀还 这与你无关 怎么又有关 你都找上门来了 我还不许管啊 我告诉你 我现在天天看着你 我不许你见我丈夫 可就不让你们俩见你 其实 其实现在 那癌症 也没那么可怕是吧 好多人都治好了 大夫说了你这是早期的 没什么了不起的 真的只要你好好听话 赶紧做手术 好好吃药肯定没问题 你上哪去啊 你干嘛去啊 你别跟着我行不行啊 怎么了 我不去找他了 明天我就回东平 你以为我是为了你呢 我是为了我丈夫 我今天把话放着 你不把病看好了 你甭想走 你凭什么安排我的生活呀 我现在都这样 说不定每天 我就不能自己做主了 什么自己做主啊 我给你做主 我给你做主 有我在 你死不了 这么着吧 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就会安排你跟李念华见面 你 我去哪里 你去哪里 胜利 爱的期限永远是难解的话题 因为你的存在每一秒都有特别意义 回到从前去问问真实的自己 关于你一切都无法代替 一起吃笔写下故事的结局 但愿每个章节每篇每夜都有你参与 想去别离细数淋过几场雨 就算白手要相遇 我最珍惜的回忆都是你 就算白手要相遇 我还在相遇那天 等着你 我最珍惜的回忆 我最珍惜的回忆